來看一下在Google地球 我們現在講這個電腦板的部分 電腦板的部分呢 它可以做更多 就是這些地圖的標示 地圖的標示啊 你要怎麼加進去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在這裡 不管你有哪一個 你剛剛所增加的 我把這裡稍微往下拉 這裡這裡 剛剛你有打開的這些東西啊 它目前都會先放在所謂的 暫存位置這裡 有沒有 你打開的都會暫時放在這邊 那你有幾種方式 可以產生自己的景點 比如說你可以直接從上面 有沒有 從上面這邊直接用搜尋的 就像我們在做那個Google地圖一樣啊 直接找景點 找到了就把它加進來 所以如果我要找這個位置 好找到我們今天上課的位置 好到了 你點到它 好 在這邊 我可以直接按右鍵 確定這個點 有沒有存到我的地點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那這個時候 它會出現在我們下面 下面這邊 這裡 它就會放在所謂的我的地點這裡 你可以按右鍵直接命名 直接把它命名 或者 如果你覺得我一個點就好了 我也可以直接從這邊把它存成 所謂的 KMD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KMD 跟KML 反正標準的格式就這兩個 你只要記得KML是最原始的 就是只有文字 KMD就是包括一些圖檔 OK 好 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那 這是一個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欸你看 我進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預設有抓到這個資訊 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 那這個內容 這個說明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改 當然可以囉 因為你用Google地圖 能夠改的真的比較有限 可是我們用Google地球 你看 在這邊 按右鍵 好 這裡是不是有個叫內容 你在這個景點的上面按右鍵 內容 好 它說 限制這個沒有關係 你看確定 好 進來了 就在這裡 首先名稱你可以改 好 比如說我們 我先留著好的 先留著這邊 那你看 圖標 可不可以自己換一下 可以啊 因為每次都是這個 預設都這個 你可以改一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好 甚至是你想要自訂的 有沒有 你可以親身自己自訂的 都OK 還是你要完全沒有圖示 有些時候我會希望沒有圖示 比較不干擾我 這樣也可以 好 那我這邊就先用 比較單純的 好 假設我在這裡 有一個這樣子的 好 點下去 那我按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邊就變了 它的代表圖 是不是就變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好 但是記得 齁 你 按右鍵 有沒有 內容 好 先確定 在這個對要方塊打開 然後呢 按旁邊這裡 就可以切換 如果你覺得這樣圖太小 怎麼辦 放大一點 你看上面 有沒有發現 比例是1.2 你想要大一點 你就把它變成 比如說變10 你就發現它會變成大顆 好 確定 有沒有變大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是它的好處 那當然你如果說 你想要自己 我要找網路上的圖片 你看 這邊支援網頁上的圖片的語法 我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直接用這樣子 直接給它語法 它就直接幫我抓網路 網頁上的圖 當作是你這個地方的代表 這樣你了解了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做 那這個我就不要放那麼大了 比如說我放3倍就好 嘿 這是第一個 你的圖標 都可以比 Google地圖那邊 地球那邊 地圖啦 抱歉 地圖那邊會更自由 好 再來你看 欸 你可以連結喔 有沒有 你可以做超連結 也可以增加網路圖片 或者你自己電腦裡面的圖片 再做什麼 說明 欸 老師看到這個 有沒有感覺有點熟悉 這個是網頁 對不對 網頁的語法 所以你就知道 欸 今天如果我 有來自其他的網頁內容 比如說 欸 我想要把一個Canva簡報 放到裡面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Kanva共享的時候 它就可以產生這些內容 好 那 也可以 老師覺得說 我的 這個超連結的內容 我想要它豐富一點 就好像我們做網頁一樣 您可以用網頁的編輯團體 我就怎麼樣 編輯好 比如說你的大小 標題1 標題2 標題3 我要清單的 我就把它 網頁的語法貼進來就好了 那麼 那麼我們在Google地球上面 就可以順利的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是 呃 我們在這邊 第一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 它的這個 地標 你可以怎麼樣去做 就是 修正 好 這跟我們一般使用 Google地圖 不大一樣 因為Google地圖 我在文章裡面有稍微介紹 它就比較單純 就是你用它幾個內定的 你如果想要找網路上的 相對 比較沒有辦法做那麼多的客製化 雖然也可以 網路上的 它也可以做一些客製化 可是 沒有 像我們剛剛 彈性那麼大 那尤其是說明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邊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那比例的大小 有沒有 我們那個說多大小 那下面這邊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可以用HTML語法 這樣 就會很方便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 欸 你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框一個範圍 或者是我們來看簡報的這一頁 你看我可以像這樣框一個範圍 也可以像這樣子 有沒有 框一個建築物的範圍 還把它變立體的 這樣是 來我直接打開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是過地圖做不到的 你看喔 地標比較沒問題 然後 說明這個都還好 來 往下看 欸 你有沒有發現 山谷的這一條線 山谷的這一條線 有沒有沿著這樣走 就沿著它的地形 對不對 然後呢下面這邊 所以你可以在地圖上面直接把這些東西列進去 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更清楚的標示出它整個的相對的關係 好相對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做囉 來 一樣在這裡 你看喔 我們剛剛呢 這裡我就先確定 好 圖標的部分我先 用這樣 你看上面這裡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的圖標 你看後面這裡 有沒有多邊形 還有路徑 還有影像疊加 有沒有 在這裡 剛剛用的其實就等同這個 你搜尋完就是一個景點嘛 好 就是這個 那如果你是要一個多邊形 來 這裡你點下去 好 點下去之後 這個都要方塊 請你不要關掉喔 其實老實講喔 Google地球 這個軟體還真的有點年紀 所以它有些那個操作 跟我們現在的軟體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都要方塊不要關 你看我移到地圖上 有沒有感覺到我的游標變了 有沒有變成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去框 比如說我想要把我們學校範圍框出來 你看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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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我們學校範圍就框好了 那框好之後 對它來說 來 你看這裡 說明我先不要看 我們看這個樣式跟色彩 現在是完全把人家蓋住了 所以我希望它有點怎麼樣 它有分兩個喔 你看有線條的顏色 還有什麼 區域的顏色 我現在是不是區域的顏色 我就告訴它 麻煩你不要完全不透明 你百分之五十 好這樣有了 那現在就是填滿 加描繪外框 那外框就是這個 好 外框顏色 如果你希望不一樣 來比如說我需要一個紅色的 然後它有一個寬度 我加一個五好的 這樣比較多 有沒有很明顯可以框起來 對不對 那這樣好了之後 還可以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喔 來我先確定一下 你看確定就代表 離開這個編輯的模式 你的地圖才可以操作 不然就變成是直接增加電 好你看我現在確定 好現在你看 我先把它調整一下我的角度 你看 現在有沒有平貼在我們地上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要框 框範圍很簡單 那如果我希望它拉高一點點 來一樣我就點到它 來你看 當你增加了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增加一個這個 跟我們剛剛的景點一樣 對不對 這個 你如果要編輯它 你就重新再到這邊 一樣按右鍵 有一個叫內容 好有沒有回來了 我就重新回到這邊 確定這邊 對不對 我就可以再調整 那如果我想要調整它的高度 這個叫做海拔 你看預設是不是貼近地面 我們請它 你可以用相對或絕對都可以 好相對就是相對地面 或相對海床的高度 好如果我先用相對好的 我想要在地面上 100公尺顯示我的這個內容 確定 確定 你看 這樣子 有沒有浮在空中了 所以你知道 我們 是不是很多 我可以這樣泡碟 對不對 但是這樣看起來有點浮誇嘛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把它 讓它把邊緣延長下來 一樣在這裡喔 有沒有兩側向地面延伸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更容易看得清楚 整個區塊 我是不是影響的範圍 我馬上看得清楚 對吧 這個是它厲害的地方啊 當然你這邊 你要低一點 要高一點 是不是都可以自己決定 欸 我們用3D 不是 用那個3D 要做這個也很難耶 可是你看現在 這個馬上就OK啦 那你就自己 這樣子 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這樣就很客製化 你要做動畫 這一樣可以做動畫 對 甚至你要做環繞的 都沒有問題 就是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些內容 該怎麼做了吧 你看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 這個就是平貼在地面的 因為我們現在 這邊的地形是比較平坦 所以它是沒有起伏 對不對 你如果找比較三邊的 你這個貼上去 就好像我們把貼紙 貼到地面上一樣 它就會依照 這個地形的起伏 自動幫你貼上去喔 這個真的還蠻厲害的 這樣OK嗎 然後這裡有一個 跟老師說明一下就是 萬一你有一個點 不要了 什麼叫一個點不要了 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邊畫對不對 比如說我畫到這裡來 哇 糟糕這個點我不要 怎麼辦 你這個畫面不要關掉 你在這個點上面 按一下你的滑鼠右鍵 有沒有消失了 所以這個是跟一般的 操作方式不一樣的 很多同 從同學或老師就會開始 找我的箭頭要去哪裡 然後去選它 沒有 你就是在打開這個內容的狀態下 比如說我在頂次 多了一個 沒關係 你就移到那個點上面 按下滑鼠的右鍵 對準 按下滑鼠右鍵 它就是刪除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不然你會說奇怪 為什麼我的不能刪 因為你只能移動啊 你如果移到這個上面 你可以移動它 哇哇哇 有沒有 這個是增加出來的 來 這樣就累了 好 取消 還好我們還沒有按確定 就是 按右鍵 內容 那我剛剛那個方式是 如果你想用框的 來我再增加一個 你看喔 按一下 現在我又是一個新的 如果我想用框選的 你就滑滑滑 滑過去 滑過去 有沒有 自己用框選的去決定這個範圍 只是這樣子比較醜啊 哈哈 就等於用拖曳用手畫 的方式這樣子 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您了解概念了 你看我們可以去找三邊 你去找三邊的位置 如果你比較山這一塊的 來我們轉個方向 好到這裡來 來 這裡 來比較這邊 好 在這裡 所以我如果在這裡 我來框 框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沒有平貼在地面上 真的 有沒有平貼 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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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真的照那個地形 直接把你放上去 那如果你這個 比如說我要把 以前的地圖 或者照片 跟這邊做重疊 然後去做說明 你看上面這裡 使用方式都一樣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圖像的疊價 一樣的方法 只是你要告訴它 你的照片在哪裡 你的照片在哪裡 你就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這樣有沒有發現 都一樣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 為什麼說我們 Google地球 比較用在哪裡 研究用途 或是教學 因為 這個老師可以做很多的客製化 可是Google地圖 就比較偏向在生活應用嘛 你比較不會有這種需求 但是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這個 就真的是一個 很好用的工具 我可以去做很多的說明 甚至我可以 這裡一層 然後第二層 再疊上去 再第三層 我只要它的高度不一樣 是不是就可以有 不同的層次做說明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的森林 這個 低海拔的 中海拔的 高海拔的 你要做一個比較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 這個資訊 表達就會相對豐富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 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子去用 對的 順便跟老師說明一下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有些人會這樣玩一玩 就迷失方向 哈哈 有沒有可能 因為轉一轉之後 啊我已經不知道 東邊西邊南邊北邊 怎麼辦 來請看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紫北針 你在這個N上面 托托兩下就好了 托托 有沒有會自動回到北邊 因為有時候你會轉到 不知道哪一個方向去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把它怎麼樣 就回歸到 你一般看的這個角度 這樣子 你就不會覺得 我好像搞不清楚 現在是哪一個 你看我們的颱風又靠近一點點 雲又來了 這樣有感受到 雖然你沒有 搭直升機 沒有搭火箭到太空 但是 你感覺真的生活在三度空間裡面 對不對 這是我很喜歡Google 就是那個地球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使用 我們Google地球 不管是剛剛你看到的景點 或者是像這樣 就是產生一個地體的 都可以 如果你只是要一個路徑 我剛剛沒有提到 你看這裡 我們看上面這個地方 這裡 剛剛我們用了這個 對不對 圖標 然後用了這個 用了這個 可是有一個路徑是沒有講 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什麼 軌跡 所以其實剛剛沒有用過 只不過是別人幫你產生好的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 有會出我的某一天 5月28號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這個軌跡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路徑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增加 我要告訴他 我要增加這個 好 我在這裡 然後就跑到哪裡 從這裡 又跑到這邊 有沒有可以自己畫 對不對 但是要跑這麼遠還真的不容易 可是重點是 你有沒有感覺到 它有海拔高度 所以我們剛剛在看 這個 範例的時候 你可能有看到一個東西 有沒有 河谷切下去再上來 那老師知道這什麼意思了 是不是要貼在 那個 地面 你貼在地面之後它就會下去再上來 對不對 如果你拉高 拉高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其實預設就是貼著地面 來你看 我把它放下來 放下來 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是不是貼著地面在走 有沒有 所以 這樣子就OK 那如果你今天 我不是要貼在地面 我想要把它 標注拉上來 一樣 內容 有沒有一個叫海拔高度 預設貼近地面 你可以用絕對高度 也可以用相對高度 都可以 那假設我相對地面 好了 拉高拉高拉高 有沒有起來了 直接往下 這樣有沒有整個路徑看得更清楚 你的這樣整個下來 有沒有這樣就切得很清楚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的路線 就可以整個的看到 那當然你貼的地面也可以 至於說它的顏色 這個你就可以自行再調整一下 簡單的調整一下 線條的什麼 顏色 或者它的那個區域 像這樣 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 過過地球 就是像你現在看到的很好玩 我們圖標的部分 你可以這樣做好 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匯出 對不對 可以拿到哪裡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檔案給別人 你可以拿到我們的Google 20的網頁版 我就直接從上面匯進去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那 就是像這樣子 嘿 這個部分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個部分大家OK嗎 可以囉 好